人民其实看电视 尤其是新闻坛 大家知道 新闻自由是我们自由里面最重要的 因为它代表是 大多数人民想要知道的事情 叫做新闻 它已经超越了个人的 所谓的言论自由 这很多人少讲起 我今天有机会 参加中天的录影 我要跟所有台湾的百姓说 我会支持中天是我一路看来 它从来没改变 我们就最近这几年 常常被中天拿来做 讨论的这个案子也好 世界也好 你可以看出 其实中天不管是国民党 民进党 只要做错的事情 他都会奋力 把这个所有事情讲出来 因为他不畏强权 这点是我挺中天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第二 中天的所有的讯息消息 几乎都在各个台之前 都已经发表 很多的事件都是他最先发现的 我看到的很多事件 当然有部分是TBS或其他电视台 但是最多绝对是中天 所以中天在这六年来 会得到三次 三十四个大奖也是有原因的 我觉得人民的眼睛是血量的 所有的新闻评审的专业人士 也是血量的 这样好的电视台 就是因为没有办法 复合现在的所谓执政者 他被关掉了 在我们人民 其实是非常痛苦 我跟大家讲一个 我心里的话 自从中天被关之后 我只有看TBS的电视台 我本来要把这一个 所谓无线电视台 这个收费的 这个部分 想要给他拿掉 就是只有看YouTube就好 但是我的儿子 因为从国外回来 他们都看CN门 他叫我不要拿掉 可是我心里上 我认为台湾的新闻自由 一旦少了中天 真的少了一半以上 没有人敢正式挑战 二势力 跟不当的 所有政府的措施 跟言论 我可以在这边 老实跟大家讲 我听中天 最主要是这样 我跟中天 没有任何什么关系 但是今天 我能够在一年过 四个月之后 再回到中天 跟中天来 讲这个我心里上的话 我心里上无上的光荣 因为中天其实 他不只是 把很多的事实真相 告诉大家 最重要是 他能苦民所苦 苦民所苦 他知道名字所益 藏在这个新闻台的 所有的采访记者身上 不是只有政治人 可以讲这句话 我觉得中天电视台的 所有的从业人 也都有这种心情 这是我一直以来想讲 可是我相信 没有人敢讲这句话 为什么要这样讲 我们随便讲一个事情就好 我们知道 洪仲修事件 这事情很大 请问当时的 执政者是民进 是民进党国民党 是国民党 洪仲修的案子 是代表了 国防部 这个哲修部 在长期以来 所不当的训练跟处置 可是你看到 中天在追这个来源的时候 包括是谁命令的 谁的执意 谁的意识 跟所有相关的人 都被追查的一清二楚 连连打了一个多页的电视台 从来没有间断 我没有参与 但是我看了一清二楚 我可以说对这个新闻 非常的清楚 因为没有一台比他更清楚 当然不止洪仲修 可是洪仲修是哪一个 是一个军人 可是造就了谁 造就了民进党 他加速让 马英九的国民党 去崩溃 这一篇就是 2012年317要所勘载的 这个勘载的人是谁 就是苏貞昌 他当时是党主席 我想你知道 2012年 还是马英九执政 他讲的就是 现在国民党所讲的一切 就是人民所希望的 第一个 不可以让他进入 牛柱分离 内战不可以进来 然后他还讲清楚 地方自治 地方政府可以设定 所谓零检出 或更严苛的标准 书是他讲的 中职会在3月8号 同时又讲这话又讲一次 可些你党团全部一致 3月9号 美国在台办事处 苏图文处长 特别公布 说你 这个陈水扁在2007 你当总统的时候就答应你 所以他们讲的是两套标准 两套说法 在开始欺骗百姓 真正在执行欺骗百姓 能够做到理解禁止 就是蔡英文 他201当总统以后 就是这样做 所以你看都2012年的7月5号 COTEX通过 通过代表 这个莱克多班 是在人类使用没有问题吗 不是啊 它只是动物用药 只要在10个PPP之下 比较安全啊 它不是都灭毒啊 因为美国 是不能使用在人类啊 那我要请问一下 为什么美国的超市 屠宰场都有标示 为什么加拿大都有标示 澳洲纽线绝对不允许 因为我们在澳洲纽线住过 我们知道绝对不允许 因为是他们的主食啊 就像猪是台湾主食一样 他们不允许 澳洲的猪可以使用来个多班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所以人家的国家 知道人民的健康与安全 才是人民最重要的福祉 一个人没有健康 你再多财富都没有用 英国也是这样 他没有标示 为什么台湾之中就不标示 这不是跟你当初 你所标榜的食安 是最重要 人民是最重要的 你完全无视 人民的健康安危 所以我说 民进党就是从蔡英文 开始被改造过的 现在民进党 能不能回得起 我不知道 看样子很难回得去 我们看到民进党现在执政 五院全部是他家开的 跟当时谢阳锦说的 全家就是我家 一模一样 五个所谓政府的行政单位 本来是应该有 互相制衡跟监督的作用 至少不应该只听任你总统 你可以由总统来任命 或者是间接同意都可以 因为台湾不是总统制 但是现在台湾是标准的总统制 五月完全是总统 他全家的 所以这样子 当然中天会被关掉 也就是我今天 很心痛的一件事情就是 在7月5号Cortes通过 他只是联合国 法典委员会 不是所有委员 真正最严格的标准是在 WHA里面 所谓什么 DAH-ORA里面的 所谓的SPS标准认定 他需要经过人体试验 通过有 这个没有安全疑虑 也没有致癌疑虑 有风险评估 全部都没问题 就像我们疫苗一样 要经过层层的 这个临床的实验 才可以使用 国民党彰化党部 跟云嘉党部 都发现一个事情 他知道 蔡英文要让莱猪进来 所以在他们的党里面的 宣传文章也有提到 蔡英文就是 选择莱猪进来台湾 可是大家忘记了这个事情 当时蔡英文提告 说他企图影响总统选举 后来当然判无罪 后来证实这是真的 原来这个讯息是真的 也就是蔡英文在第一届 选完总统 他就想要进来 他已经无视人民的健康 所以不是在2020年的8月18日 他早就要选一拨了 你看他的心外向 多少的计算 选了算给你全部 第2人选了全部 所以你中天会被他处理掉 也是他选上以后 他为什么不前面处理 处理民众会反弹 他就选不上了 大家知道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